Hello,大家好,我是Frank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的小常识 就是怎么样在房间里边区分这个插座 这个正三角和倒三角它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正三角呢会是有开关控制的这个插座 然后这个倒三角属于正常的 没有开关控制的 接下来让我给大家演示 怎么区别这个正三角和倒三角的插座 像我家这个开关就是这样 现在我给大家测试一下 这个就是灯的开关 那这个你怎么按 都没有反应 所以说呢这个应该就是插座的开关 还有的时候家里边它是一个灯一个风扇 但是我家确定这个就是插座的 让我们现在去找这个普通的像这种你就知道这三个孔 这个半圆形的这个孔呢是在下面的 这个就是正常的插座 这个就是正常的插座 然后这个是natural这个是hot 所以说呢这种呢是正常的插座是没有开关的 那一般呢像这种你看它这种是倒过来的 这个这个三角呢是向上的像金字塔一样的 那所以说刚才那个呢就是管这个呃这个这个插座的 所以说 还有像这边这个也是就是应该说倒三角 所以说倒三角都属于正常的 正三角就是这个开关有控制 现在呢我们用一个测试工具来测试一下这个开关 所以现在你看到它是亮着的 让我们去关掉这个开关 试一试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的 然后呢它上面这个又是正常的 所以呢这个开关呢只管一个这个插座里边的一个 而不是两个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打开这个插座 这个插座呢我们看一下它动过手脚怎么变成这个一个插座管用一个插座不管用 一点的插座 这个插座文的插座 我们这里给大家用这个插座相关的 那么这个将可以拒练子 所以我给大家用这种插座 那很笔 我们可以把插座啊 一放开 那像一个这样的插座 一放开 一放开 同时一放开 就把插座 十分钟 稍意 真的很能放开 一放开 再次 台这 这 如果你要自己测试不需要打开 我打开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 现在它是属于有电的状况 如果你要想打开最好是把这个 BREAK停掉 我看看能不能看得到这个 如果你可以看得到 它把这个链接的地方呢 已经用钳子 什么已经把它断开了 所以说呢 这里一边的是那个HOT 是火线 然后已经被它切脚断 断开 然后它并不连接 然后不连接的时候呢 它有两根线从里边进来 可能不太好看 你要如果能看到的里边现在是有两根线 从墙里边出来 正常的话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它有两根线 一个就是开关的线 一个就是正常的 保持 然后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边 它是连起来的 因为这边是那个NATURAL白线 叫零线吧 然后它这边是连的 因为它开关只需要断开火线就可以了 好 那好 现在把这个盖子拧上去 我再测试一下 你看 这个呢 是长明的火线 这个是 这个是 然后我关掉 可能因为立得太近 它有声音 但是正常的话 是灯不更改亮 灯是不再亮了 所以说 电笔测不出来 可能电笔太敏感 那个火线力的太近 所以 他会想 如果用这个 插座测试的话 就不会亮 它就是没有电的 现在就是 开关 就可以证明它有电的 但是 就像现在是关着的 我插在这里 它也是有电的 这个就是 长明的 OK 现在开始把它粘回去吧 好 OK 小炸 好 好 好的 好 好 这个大桌入房子都有新的老的 可能都会存在 但是不知道特别新的 因为我家这个是2000年 的房子 所以每一个房间和大厅 客厅都有这种开关 好了